好的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吧 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张哲瀚 大家喜欢的好朋友 哈喽 先给大家打招呼 你好 你好 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好帅 对 真的是 你看 干什么 看完张哲瀚看我 你就说你看 你想说什么 脸太小了 张哲前段时间也来过VR的直播间 对 正好那个回忆一下 那个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那天很快乐 印象最深的就是和VR姐 互相模仿表情包 然后还有她家的那只猫 然后突然闯进来 然后有一些互动 没错 所以你看这不又来了吗 那这次呢 你会给大家带来 一个什么样不同风格的表演 因为听说我今天 我听说哲瀚今天晚上 好像是要来唱歌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这次来是一个演出 对 所以肯定是要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表演 哇哦 嗯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什么曲目 对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 曲目的话 先不能透露给大家 但是可以透露一下合作的伙伴 好 一位是当之无愧的OXT大魔王 还有位是B站男神 这位老师非常的可爱 跟他互动 我就是很开心 他提到了这位老师 我们要期待一下 哲瀚都要叫老师的这位 而且他们三个在一起一定很有趣 所以我们知道哲瀚前段的戏好火 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要唱歌 而且是不是要花点时间多唱唱歌 因为我知道你唱歌一直不错 对对对 然后还有我的一首新歌环绕也会在这次的演出当中 今天那个门口有很多你的粉丝 我都摇摇窗户了 我说一会我见哲瀚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趣 因为这样的粉丝就可以看到了 给大家来预告一下 接下来的作品 有一部新剧复古神探即将和大家见面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90年代优秀的青年警察黄卫平 在卧底行动中中枪成为植物人 20年后苏醒依然是年轻的模样 所以这个戏最吸引你的剧情是什么呢 就是年轻时候的模样 20年不老吗 永保青春 就这个重归警队的青年警察黄卫平 他可能跟这个时代有些格格不入 然后笑料百出 然后跟老搭档李明峰重逢 揭开了一个20年前的案子 那个一雾重重的案子 这个听起来已经非常让人期待了 而且已经拍完了 马上可能播出了 副虎神探 然后播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对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哲瀚来到 威亚直播间一定要给大家送福利发红包对不对 没错 那你要给口令 口令红包就是试听盛宴 好 在直播间的评论区输入口令参与红包抽奖 现在听我的口令试听盛宴 记得啊试听盛宴四个字 来 你也要给大家倒数了 还可以刷起来 哲瀚准备给大家倒数啊 刷起来了吗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来了 试听盛宴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哲瀚 谢谢啊 到卡丘见啊 待会就卡丘见了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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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哲瀚 谢谢 好 谢谢啊 好 那现在呢